近日周星驰电影《长江七号》周小迪的扮演者内地当红影星徐娇 自创的汉服品牌在意大利举办的中意文化年当中 斩获中意文化杰出贡献奖 这也是中国汉服圈首位获得国际殊荣的汉服品牌 徐娇创建的汉服走红海内外 许多网友赞其为时尚才女 2018首届中意文化年在意大利菲洛特拉诺市举办 共吸引来自中意两国的200多家知名企业参加 最终徐娇的品牌脱颖而出 获得由主办方和意大利市政府联合颁发的中意文化杰出贡献奖 在本次活动中带来汉服走秀表演 展示了在中国有着千年历史文化的汉服之美 就连前来驻镇的意大利副总统都忍不住点赞 许多与会的外国嘉宾都纷纷亲自上阵试穿 体验汉服带来的东方美学 徐娇拍戏上学经商都不误 堪称影视圈全能艺人 而他开创的汉服更是融合了古典和时尚之美 外媒无不惊叹 就连许多意大利网友都呼吁登台米兰时装周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领略到汉服的魅力